11月22日,胡人将做客克利夫兰挑战骑士,这也是勒布朗詹姆斯加盟洛杉矶后,首次对阵老东甲。 比赛开始前,有球迷为勒布朗的回家,准备了特别的欢迎礼物,他们用詹姆斯的胡人球衣和骑士球衣DIY合成一线组合球衣,詹姆斯带来的深远影响,简直现沙旁人。 克里夫兰旅游局的相关人士曾经透露,其实一场主场季后赛能够为克里夫兰创造360万美元的经济效益,到了总决赛,数次会上升到500万美元,这是和旅游相关的收入。 而从整个城市来看,这个金额可能会是两倍,甚至更多,按照两倍来计算的话,哪怕是2017到2018赛季,其实总决赛0到4高大横扫,一整个季后赛下来,其实为克里夫兰带来的收益,就是8480万美元。 也许随着詹姆斯的离开,克里夫兰的一切都会慢慢回到原点,但是至少袖带上的铁锈已经掉落了不少,克里夫兰有了更好的发展契机。 仅仅作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,詹姆斯给克里夫兰带来的已经够多了,当詹姆斯第一次决定离开克里夫兰的时候,他欠这座城市一个总冠军,所以他又回来了。 这次詹姆斯第二次决定离开克里夫兰,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在篮球场上,对这座城市的承诺,其他的,不需要用篮球来兑现。 所以詹姆斯的经纪人李奇保罗才会公才表示,詹姆斯在洛杉矶,终于感受到了篮球的快乐,我不知道这次詹姆斯回到克里夫兰会不会有趣声。